我外卖超过一个亿 有三个买家 两个比较有意义的买家 就是一个是香港的老板 第二买家应该就是我们国内昆明的一个大老板 就临近连底 最有意义的买家 包括昆明的第二买家 就因为连底要回家过春节 这两拨人都走了 这个货主他也想回家过年 后面就找到这个马重任老师 就说你到底还有没有客人 这块石头要赶快帮我抽合抽合 我也想卖了回家过年 这边有意义乡买的 是接洋这一帮人 但是他们出的价格 就没有前面两拨人的价格高了 在货主已经有露出这种 要卖的这种情况下 然后他去做接洋人这一帮人的工作 接洋人就等于说减漏了 所以这块料子你再怎么起 这种春料在泰国一公斤 可以值五十万 起十几公斤 那是稳稳妥妥的 对不对 你三百多公斤嘛 而且是很保守的情况下的估计 这样的这帮人还是不太敢下手 是在马老师拍胸脯的情况下 这块料子的话 你以这个价格一百二十几万买下来 如果你们回家了 把这块料子卖亏了 卖亏的部分 过来找我马重任 我补给你 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交的 我会用来说 那是我去那些东西的东西